所以那一身佛是不是愛不釋手啊 我覺得有自己名字的那個秀上去的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可能以前英國唸書就很喜歡那種 我看到一些外國人就有自己的名字 秀在他的襯衫上面 或是秀紙上面 就很有意思 就代表就有自己的ID 然後很古典的感覺 就是等下唱片又是會把那套送給你 會不會回去玩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啊 我要先找一個護士吧 老婆可以當嗎 老婆 你幹嘛 不喜歡嗎 我覺得太 他身材太好 對 所以不好 你不喜歡護士身材太好 嗯 對 他會那個 影響那個專注力 剛才擺出那個寫真男性的事情 其實在家裡就已經有揣摩 就很想要拍寫真男性 也小時候有啊 就有看到那些偶像 比如說啊什麼 有看到 不知道就一些偶像的 的照片 都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 以前常常看到許志安常擺這個POSE 對不起 擺這個 對啊 那你覺得帥嗎 我就覺得他腋下有 很好奇他腋下有什麼味道呢 是好的還是 那你有問他嗎 還沒有欸 對啊 那你覺得自己適合擺這樣的POSE嗎 嗯 應該 如果很認真的 如果很認真的說啊 最好不要啦 我 我擺的只有那個 真的本來是要帥的嘛 我擺的只有那個搞笑的效果 我以前在英皇的時候有說 我說為什麼我都沒有寫真集 其他 對啊 其他的Artist都有寫真集 那公司怎麼說啊 他就說你的你的預算都放在那個音樂製作上面啊 然後他們所以他們的音樂的製作費沒有我多 就放在寫真集去去泰國啊 所以醫生你想要拍怎樣的寫真集 你當時的想法是怎樣 寫真不一定是三集的齁 不一定要漏齁 那拍寫真集的話就應該 我覺得要穿很緊的衣服 把我最美的那個線條表現出來 哪裡 全都美 尤其是眼袋 那個線條很 玲瓏浮的 這次有大家都不曉得買氣喔 然後聽說您的那個專輯已經破三萬了 那不曉得就是 算好嗎 算很好的 然後像對手那個也是天王的結論啊 就是他其實已經破六萬 那你有沒有一些看法之類的 那我應該 我的國語加上那個粵語應該過他 差不多啦也沒有過了真的 廣東市場比較小 比較少 沒有其實他賣的好也算是一個也是應該的 因為他好像做什麼都賣 我覺得OK啊 恭喜他 我自己就沒有黑施令 黑施令 黑施令啊 廣東話是黑施令 那是什麼意思 黑施令 沒有 沒有黑施令 對我來說我賣專輯 呃 我 其實我都 不用 我不用買多少就可以爆啊 是嗎 我覺得就 隨便爆 但是我只是看心情的 我覺得 他好像 不太漂亮 就可能 就猶豫一下 猶豫一下 但是猶豫可能就 他已經被趕到下台去 所以 其實我 漂亮的 也有猶豫 因為 不知道 自己會不會 想太多 沒關係 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策略 我覺得好 反正要搞一些新意 是還是 還是比較好 我就沒有 我就 我自己會搞嘛 所以公司都 都 都 而且公司控制不了 對啊 看到漂亮會想太多 想什麼太多 想太多 可能就 如果爆的話 可能 會不會 會不會 被人家 比如說照片 如果他 他有一個朋友在台下 會拍照片 其實我會想很多 所以我現在都不太跟別人拍照 想太多 就想很多 比如說 會不會利用這個照片 因為我聽說以前 有劉德華的一個歌迷 劉德華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就跟他拍照 拍拍拍拍拍的拍 很久 過幾年 過一陣子 然後那個歌迷就自己發消息出來說 我有了劉德華的孩子 以前那個互聯網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我聽說這個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哇那麼瘋的 我現在都不太敢拍照 工作ok啦 私底下都這樣 對啊 如果你跟我拍照 比如說 有一個人在這邊 可能我拍照的時候就 一二三 就 對啊 離開 你知道我的人的臉皮 臉皮是蠻厚的 沒有 我覺得真的很高興 因為可以去以前念書的那個地方 可能也有一些幫助 因為在英國 畢竟前年有去過 一個這個叫 那個什麼皇家 Albert 反正沒關係 Albert 然後 後來去年榮祖 也去了 第一個華人去的是 去倫敦是 應該是羅文吧 1979年的時候 在那個後我是第二個 榮祖第三個 今年也去一個更大型的 叫O2 O2 Arena 那個地方就是什麼 U2 Madonna Lady Gaga 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可以再開大一點 不是說哪裡 還是一個光榮 我覺得很難得 所以 很期待 4月23號 對所有人 我覺得不要 小朋友是要引到 要關懷 但是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嗎 只是小朋友跟可能老人家 比較更加的需要 但是其實行動上的 physically 就需要幫忙 但是思想上 我覺得他還是有自己的 反正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 然後 我剛剛 剛剛講到那一點 就後來有公司同事說 不如找你的女兒伴奏 因為他反正 伴奏 他反正自己會彈鋼琴 然後又有特別編寫了 就是兩個音的整個 整首歌都是兩個音這樣子彈 然後就第一次跟女兒在錄音室的一個很好的經驗 很寶貴 我相信他長大了 我在老了一點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回憶 很感動的 就看到女兒這樣自己 他也很享受音樂 所以這個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學音樂的孩子 真的 學那個劉家昌老師的說果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壞到哪裡去 我很相信這一句話